邱署长 好,那请邱署长 邱署长好 署长好 早上台大医院器官余子的问题 大家问了很多 说真的,这件事情 你刚刚讲我们有余子 我们有五千多个案例 这只是很不幸的发生这样一个案例 真的是 我相信这个案例 真有时我们整个在世界上 台湾不管健保医疗方面 我们形象是有重创 所以我们国人也非常非常的关心 尤其是台大医院 我们所信任的 所以说真的,这件事情是受伤蛮重的 但是呢 社会大众非常非常关心 刚才有委员讲说 我们委员说真的非常低调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让书里面讲清楚 说明白 看整个流程上面是哪里出的错误 那么 我们也很佩服 那个 柯文哲、柯医师 他在第一个时间里面讲 就讲台大错了 他有讲哦 然后呢 后面呢 他有讲说 他有讲说 他愿意自己出来负责 但是他不服的就是整个的程序 不合乎正义 他这样讲 他大概是讲说 你们的这个报告里面 这个是不是调查报告 其实调查报告里面有讲到 陈处的问题吗? 应该没有吧 我想这个 为什么报纸上会写说 调查报告 你们 是不是你们做出来这样一个 有个陈处 刚听署长讲 整个陈处是应该是 应该是 陈建委员会里面去审议嘛 对不对? 那有关 有没有什么行责民事这方面的 是检察官在调查吗? 是不是? 你们所 调查报告完了之后 交给卫生局 然后卫生局 再给这个 呃 那个 呃 陈处那个什么委员会 是不是这样子? 是 但是你们有没有讲说 呃 他要判 他要付什么 呃 停一年啊 或者是 你们有没有讲过啊? 没有 我是 他认为这个程序 是因为他 他不服啊 他说你们卫省先判 我觉得 今天要讲清楚啊 对不对? 他觉得他们不服气 他他很勇敢啊 他说 台大错了 然后他愿意自己出来负责 但是 不是他讲要负责就负责 还是要调查的 对不对? 这个程序 谁该负责就谁负责 不是说我议员要扛下来 就可以扛下来 不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该负责人就要负责 所以你要叫 要调查嘛 那调查当中 你你你讲 你也有跟他接触过 是不是也有跟他 呃 询问过 调查委员跟他 调查委员 有跟他 呃 也跟他接触过 对不对? 都有 哦 但是呢 呃 现在诚见委员会 要诚见 要要审查 审理的时候 可能会请他出面了 对 所以就会 所以所谓程序正义 到底是什么 他可能认为说 你们先 我未审先判嘛 对不对? 他一直讲 为什么有未审先判 我不晓晓你们有没有讲啊 讲清楚 你们有没有 调查报告 怎么可能会有什么结果呢 调查报告只是 把经过的事实 讲清楚 然后再送给某个单位去 哦 再再去审理说他该负什么责任 我想应该是这样子吧 是 我想从头到尾我都是这样 我还没有提过 都没有讲说什么 调查执照多久 什么 哦 但是医院的层储你们有 医院的层储我们也是有送 同时送 也是 对 用医疗法108条 哦 你是按照 但是呢 这个还是要由 陈建文会他们去 去审理 从卫生局来处罚 卫生局处罚 那卫生局是根据你们的报告 去惩罚的 对不对 对 那你 你报告里面 有没有讲说 呃 柯教授 呃 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没有提到一个人的名字 没有提到个人的名字 没有提到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 那么大的误会 让他那么生气呢 说真的 任何人都会生气 他说卫生先判了 对不对 那事实上是还没有 是不是都还没有 都没有 没有 因为审议委员会 查要审议而已嘛 对 审议完之后 审议的时候 可能会找当事人过来吧 会不会 是 一定要哦 我看你 没有 没有不找当事人 会不会找当事人过来 问 呃 在这个 他可以出去辩论嘛 对 在那个程序上是这样 那么卫生局会把这个案子呢 送给这个台北市的这个医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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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